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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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的网友将位于照片角落里的唐燕放大 发现他在手肘手腕和膝盖处都带着护具 模样颇专业 网友评论 滑板糖好可爱 求滑板少女视频 把其他存货都交出来吧 之前有网友爆料唐燕正在美国洛杉矶考驾照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唐燕短坐在驾驶室里 旁边的确坐了一位像教练的师傅 唐燕一身素颜打扮 看上去神情专注 心情十分不错 不过 有网友指出 去年7月开始 美国规定有绿卡的或者是他们国籍的才能考当地驾照 如果按照这些规定 唐燕目前已经拥有了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国籍 不过 也有网友指出 唐燕很早就有国内驾照了 平常经常自己开车 这几张又不一定真在考驾照 也可能剧情需要 期待我们唐燕正在洛杉矶拍摄的规矩来 期待我们的消青 还有网友指出 迎亲考驾照去国外 主要是担心在国内考围观的人太多了